好新闻 无止境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10月28日 Fyger魔镜在上海上市 成为全球首款硬件加内容加服务加AI智能健身产品 该产品可以让健身具备高互动、高定制、高科学专业性 减少时间和空间成本 业内人士认为 作为大众健身的新诉求 家庭加智能已成为健身领域的发展潮流 国内健身市场规模超466亿美元 家庭加智能解决行业痛点178厘米高、59厘米宽的淡茶色Fyger魔镜 协仪在墙面上 看上去就像一面设计简约的穿衣镜 启动之后 便有一位健身教练跳出来 魔镜也瞬间变为超清晰的大屏幕 据介绍 这款Fyger魔镜拥有43英寸4K高清分辨率的屏幕 特制镜面镀膜更可让你清晰的看到屏幕上教练示范和自己的运动影像 不过 Fyger魔镜的真正魔力 在于可以为你定制专屏的健身计划和课程 据统计 从2018年开始 中国就已成为全球最大健身市场 也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 健身人口最多 付费用户最多的市场 数据显示 国内健身市场总体规模超过466亿美元 预计五年内将翻一番 尽管如此 中国健身市场仍存在明显痛点 即渗透率低 国内健身房使用效率低下 这跟时间空间产品的限制都有关系 Fyger总裁张远生表示 而家庭家智能健身模式 将打破健身行业的瓶颈 并解决时间和空间限制带来的痛点 一位消费者坦言 受疫情影响 今年更希望能在家里完成各种健身项目 并有专业教练指导 业内认为 疫情激发了家庭家智能健身市场的需求 不过 在张远生看来 智能化科技化的家庭健身服务 近几年已成为大众健身的新诉求 疫情只是起到了推动作用 据了解 目前国际众多健身品牌已经开始关注 智能化家庭健身场景 在这个新赛道上 Pelotin市值已突破380亿美元 Equinox和SoulCycle等相继上线了家庭产品线 而Fyge则于今年9月刚刚宣布完成A轮6500万美元融资 张远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Fyge的定位既不是硬件公司 也不是健身平台 而是一个为家庭健身的极致体验 提供极致内容和服务的企业 因此 作为全球第一款上市的硬件加内容加服务加 AI智能健身产品 Fyge魔镜可以提供健身设备 健身课程以及有趣的交互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 通过真实的训练数据 Fyge还将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训练计划 实时进度追踪以及为其打造健身社区 除了高科技 提供极致的内容和服务 是Fyge魔镜的核心竞争力 站在Fyge魔镜前 打开手机APP 输入个人基本信息健身偏好以及预期效果 比如增肌瘦身还是放松舒缓 跟随屏幕上的健身教练完成体能测评 魔镜系统会结合你的体能与需求 来定制相应课程 包括瑜伽、普拉提、活机操、有氧、Burry、力量、拉伸等 据说 目前魔镜设有十多个种类的200门健身课程 未来将持续更新 其实 目前国内市场不乏各种家庭智能健身设备 而随着家庭加智能健身模式的流行 未来必将有更多企业投身这片蓝海 那么 Fyge魔镜是否会面临有可能被大量模仿的困境 对此 张远生表示 Fyge的技术难度和壁垒在于高度的智能化和互动性 其中最具革命性的技术 就是通过AI摄像头及自主研发的运动算法引擎识别系统 让消费者无需任何穿戴产品或传感器辅助即可完成人机交互 据了解 Fyge目前拥有一个百人研发团队 成员包括毕业于斯坦福大学 卡内基梅隆大学或者曾经任职苹果、大疆、特斯拉的顶尖人才 该团队历时一年半的时间 自主研发了Fyge Motion Engine智能运动追踪系统 灵感来自于自动驾驶和无人机的轨迹预测模型 通过摄像头对人体的捕捉 算法引擎可以做到人体检测与追踪姿态识别 以及各种常用健身动作的判断 让健身更科学有效 张远生告诉《星经报》记者 除了高科技 提供极致的内容和服务 也是Fyge魔镜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比如 未来将与更多体育领域获奖的明星教练合作 并研发一系列科学专业的健身课程 课程数量也将不断增加 品类更为细分 包括推出适合孕妇、哺乳妻妈妈、腰椎老笋、颈椎病患者的课程 还有可以让全家人享受健身乐趣的系列游戏健身课程等 据悉 为了提升用户的视听体验 Fyge还赤字建立4000平米的好莱坞级别录播听 张远生坦言 作为健身领域的新品类 Fyge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 就是客人需求和体验度的未知性 不过我们团队前期做过详细深入的调研 目前根据种子用户的反馈 我们对魔镜产品还是充满信心的 另外 Fyge魔镜还将在多的设立线下体验店 据悉 Fyge魔镜将于11月1日在天猫和京东旗舰店同时出售 Fyge魔镜